了解民进党权力的结构的人 你都知道 2026真正对赖清德代价 才是他执政的起手势 只要我再多赢两个现实 2028绝对没有人挑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执说的主讲人张有话 得意的笑 现在赖清德是得意的笑 为什么 7月21号之前民进党权力的转移 跟民进党权力结构的转变 就看赖清德在从7月13到7月25号 一个礼拜之间 能不能够搞定民进党各个派系 现在赖清德已经在开始做 前期的疏导工作 这个前期的疏导工作是非常简单 就是斋飞把陈廷飞踢出正国会 让他孤军奋战 一方面不让陈廷飞接中常委 另外一方面是断了陈廷飞 选台南市长的念头 因为陈廷飞一旦要选台南市长的话 必然要接收赖清德的地盘 这是赖清德无法容忍 所以他摘飞 然后第二个现在是求灿 让灿系就是新潮流北流的势力 服从于南流 所以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就是 求灿东东太子阿灿 最后他要压灿 事实上蔡英文刚刚下来 他的势力还是存在 至少他有两席以上的中常委的实力 因为全代会 全代会7月21号召开 30席要选10席的中常委 加上中指委 再加上中平委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要将赖清德定于一尊 他必须要扫除派系的干扰 那现在最有实力去挑战赖清德的 讲了半天还是英系 英系的势力虽然慢慢的消退 但是至少至少至少 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所以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 这两者之间权力交接的敏感时刻 英系他还是有他的实力在 况且英系可以去结合其他的派系 我们现在反而就是说 通通看得出来了 你赖清德现在走的路 就是想收编政国会 就是林佑昌林佳荣 一左一右 现在一个秘书长 一个是外市首长 那这两个位置都是赖清德给的 所以弄的政国会是不敢 不敢在内部造反 政国会不造反 那现在英系的结盟对象就是苏西 跟律师友谊连线 跟永延会等等这些 但是这些都是小派系 赖清德现在他要做到 做到的是四个 第一个为我独尊 第二个新潮流走向台前 那第三个 不容许党内派系势力 对他及新潮流提出强力的挑战 那是至少在2026年以前 民进党的派系必须要服从于赖清德 这四个已经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才会出现摘飞的现象 求菜的现象 还有一个求菜 压菜的现象 这三个都是在所谓的7月12号以前 他要全部摆平 如果摆不平的话 如果摆不平 让这一些派系或者个人钻了空子 对赖清德来讲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局局 那现在赖清德就在压制英系 那至于说英系的势力 虽然摆除之虫死而不僵 但是他这股势力 是绝对不会向上窜起的 因为赖清德防蔡英文 是防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表面上不动蔡英文 但是实质上 他对于英系的反护 因为现在英系是唯一民进党最大派系 他必须要把蔡英文压下来 然后收编其他派系 让自己定于一尊 从这一些的动作 我们可以说 全代会我一直讲 是赖清德的起手势 赖清德只要在全代会能够定于一尊 就可以保证到2026 民进党还是在他掌握之中 除非2026民进党大败 但是不可能大败 民进党四个县市 如果这四个县市他还保得住 能够再赢一两个县市的话 你赖清德可以不必下来 各位看看他现在只有嘉义 台南高雄跟澎湖四个县市 如果未来能够收复基隆 能够收复宜兰的话 各位想想看 他会下台吗 所以局势的发展对于赖清德有利 这也就是说赖清德为什么敢在这个时候 去摘飞 求债 然后压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反过来说 2026只要民进党加益台南高雄 屏东 再加上一个澎湖不丢 然后再赢其他的几个县市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赖清德不必下台 除非他把台南丢掉 那个到2026那个时候再说 那至少他可以维持四五个县市的执政 最坏的状况反正已经过去了 大不了他丢掉澎湖而已 就是一个地方澎湖而已 那其他的地方他还保得住 所以很多的人都认为 2026对赖清德不必事实上 去了解民进党权力结构的 都可以说 他最坏就是四个县市 如果他只要收复一个到两个的话 我可以告诉各位 赖清德四年的党主席 比蔡英文干的还要好 蔡英文至少还迟过两次 那至少呢 现在蔡英文丢给赖清德的 就是四个县市加上澎湖 五个县市而已 再然最多丢掉澎湖 湖上大雅 只要收复宜兰或者是新竹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这个党主席干得多爽 了解民进党权力的结构的人 你都知道 2026真正对赖清德来讲 才是他执政的起手势 只要我再多赢两个县市 2028绝对没有人挑战 那么好 甚至还没为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